冰箱是支持前后移动的 彩电15.6英寸可电动调节的 而大沙发带加热通风 以及按摩 这大腿不错 给我放下去 这是小砖板 加92号汽油 还有快慢充接口 你想什么呢 充电的时候打不开门的 本期咱们就不喊他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订阅董车第一位您带来的2024北京车展特别报道 我是佳铭 本期节目的主角 别克最新的插定式混动MPV车型 G28路尊PHEV 随着近两年二胎家庭越来越多 那对于MPV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 打开懂车旁绒 销量绒可以看到 近半年 而不近一年 MPV绑它的绑首都只有一款车 同时第九 DMI 这种同级别插定式混动的MPV车型 不仅能走更远的路 驾驶起来更平顺 那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使用成本更低了 好在销量绑排名第二的G28 与其差距并不大 但如果想重回绑首的位置 新能源化破载眉睫 这把2024北京车展 PHEV车型来了 如果听名字 你以为它就是 别克728路尊 加了电池后的版本 那你就错了 因为看到实车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T字形头灯 这大尺寸的进气格栅 这丰富的布格视条 还有贯穿式尾灯 这不就是 音乐爱上健身 那猛吃蛋白粉的样子吗 诶 怎么使用了隐藏式门巴声啊 这不要一新能源化 就什么都学好吧 咱也得问一问 真实用户的 真实反馈啊 来到车内 整体是别克最新的 家族式设计风格 这个方向盘 我们很熟悉了 这个30英寸的曲面长屏 我们也很熟悉了 也是不带黑边那一种 官方说 这UI进行了重新设计 看起来更简洁了 车机还是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 放在一两年前 其实还不错 但现在有很多国产车型 已经使用了 高通骁龙8295的车机芯片了 那配置方面 今天这台顶配的 艾维亚车机 我们看到 座椅都是纳帕真皮的 还有BOSS品牌的音响 50把无线充电 流媒体后视镜 HUD抬头显示 以及全车六个座椅 都带加热通风功能 二台还有按摩 优良传维也得到保留 也就是 除空间非常的丰富 来到第二排 咱们从上往下看 全景贴幕 15.6英寸的屏幕 咱不用再起身 这么去摁 这么去够了 因为在有 摇控器的 门板上手动的遮阳帘 下方纯平的地台 还有原装羊毛的脚垫 以及官方这次 大力宣传的 可移动吧台 官方称为 李斌灵动岛 李斌 你笑什么呀 咸音梗 咸音梗要扣钱的 那它有啥用啊 我觉得有两点 这旁边车也离我太近了 这也下不去呀 咱可以从 副驾下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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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渴了渴了 想喝酸奶 想喝酸奶 你都八岁了 还这么淘气 自己拿 谢谢爸爸 不关系 诶 占我便宜 那尺寸方面 我们将它与其他几位 同级别MPV设型 进行的对比 供大家参考 当然尺寸参数是一方面 实际体验是另一方面 那前排已经15克 是战俗斯 所以身高挺多180的 正方形战士 在后排 最最靠后的情况下 这空间表现 非常直观了 那当我们给第二排 腿部保留一拳多余量 情况下 看看第三排表现怎么样 哎呀 我就喜欢这种 中间有过道的 MPV车系 哎呀 好 进入第三排 腿部大约有四指左右的余量 头部也还有小部分的余量 第三排坐垫也很柔软 有不错陷入感 并且没有坐小板凳的感觉 哎 也有手动的遮阳脸 同时第三排的椅背 也支持电动调节 但当你的后备箱 放入一个28英寸行李箱的情况下 咱看看 最靠后 难道什么样的状态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除了六座 G28陆尊PHEV 还有七座版本车型 看这里 还有一键 放倒和升级 那空间利用率上 这七座相比六座 是更加灵活了 但是可以看到 这里不是纯品的 以及第三排座椅通通加热 没得了 G28陆尊PHEV采用了 1.5T的插电式混动系统 P1加P3的电机布局 并采用了两档DHT的变速箱 那系统综合功率 292千瓦 综合的扭矩 580牛米 官方给出的 零百加速时间7.8秒 24.4度的磷酸铁理电池 CLTC纯电续航 138公里 那满油满电情况下 CLTC综合续航 1370公里 还支持3.3千瓦的 对外放电 那制驾方面 官方车厂在后续 OTA升级之后 还将支持 OOP智慧领航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 什么时候有 什么时候少许说 OK 已知的信息就是这些 那当大家看到 这期视频的时候 这辆车有可能 已经正式上市了 是的 官方告诉我 他们有可能 跳过正式亮相 跳过预售 直接上市 直接开卷 不过当我第二遍 问现场工作人员的时候 好像又有点 含糊其辞了 所以最终 还是以当天信息为准 那么如果出了价格 咱们直接拿它 和腾池D9DM 进行对比 那如果没有出价格 大家觉得 它起售价 卖三十几万 比较合适呢 那评论区 聊一聊吧 那更多车展 新车资讯 关注董车D 第一时间 告诉你 我们下期再见